网路上常有谣言 说进食或断食可以饿死癌细胞 导致利癌病患 反而不敢多吃怕病情加重 但是根据WHO证实 只有加工肉品有致癌的风险 那么癌症治疗期间的饮食 应该注意哪些重点呢 均衡饮食 那一个营养充足 这样子就可以降低利癌的风险 而不是限制多样食物 导致你营养不良 会影响到你的免疫力 然后在你最虚弱的时候 还有感染的风险 甚至有危及生命的可能 均衡的摄取六大类食物 每天要吃顿骨根筋类 豆蛋类 蔬菜类 水果类 还有油脂坚果类 及奶制品 那还有包括你摄取的分量要足够 还有最重要的 是蛋白质食物要摄取足够 建议先吃蛋白质食物 素食的蛋白质食物就是 豆腐 豆干 豆包 豆皮 毛豆 黄豆 豆浆 等制品 甚至我们鼓励蛋白质食物 吃不到足够分量的 可以去补充高蛋白粉 之后就是吃全骨类 让你摄取到足够的热量 接下来才去吃蔬菜及水果 奶制品一份的话是250cc 治疗期间建议奶制品一天要两杯 如果说进食需要一些液体食物帮助吞咽 建议搭配营养补充品奶制品 豆浆 浓汤 好消化吸收 身体质量指数是低于18.4的癌友们 或是最近体重有流失2到3公斤者 建议在一发现癌症的时候 立刻就可以补充营养补充品 一天增加到250卡到500卡 避免体力不足 其实营养师建议 离癌患者在治疗期间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必忌口 因为饮食可以维持足够的体力 以及营养来源 对于食欲不佳 没胃口的患者 可以吃点心来增加热量摄取 化疗期间会让人对苦的味觉 感觉变强了 红条上面可以将甜度酸度提高 使用一些像是柠檬 醋 香菜 姜等调味方式 也可以利用红酒醋 黑醋 香醇酱 味噌 梅汁等 拌成咸甜或酸甜的料理 很鼓励民众可以边吃饭边吃水果 甚至可以将水果入菜 以及你可以多尝试各国料理 等多样的食物去做变化 在治疗过程当中 可能会产生一些粘膜受损 吃东西会有疼痛感 饮食的话只要避免油炸食物 太粗太坚硬的东西 这时候多选择一些温和的食物 像是粥品 面食类 或者是扁食 青菜的嫩叶 瓜类 暖嫩的水果泥 蔬菜泥 都是很适合肠胃不适的时候来享用 可以降低胃部的负担 均衡饮食 不要忌口 提供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素与热量 才有办法面对癌症的治疗 以及预防癌症复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